煸髋稍微 哎呀又Cmco 头发又长了 哈啰大家好我是Andreu 欢迎收看保险 值多少 相信大家有看过这部影片吧 里面有讲到 保险保费的暂缓资料 这个保险保费暂缓是什么东西呢 你们可以点击以上这个链接 来看一看我之前的影片 那么你们有申请保险保费暂缓吗 如果你的申请不被批准 那么恭喜你 这证明你的经济状况 没有这么大的影响 也没有因为这个新冠病毒 而受到很大的 negative的影响 那么如果你申请成功了 特别是在五六月申请的 成功了三个月的保费暂缓 那么现在应该是完了 或者是你是六七月申请的 现在应该是差不多要完 或者是刚刚完毕罢了 那么首先我们要复习一下 这个所谓的三个月保险保费暂缓 是什么东西呢 如果你的申请被批准了 你不是不用还保费 只是你在这三个月 没有还保费的时候呢 保险公司将会确保你的保单不会断 也就是说这三个月的暂缓期 如果你有任何理赔 任何的claim的话呢 保险公司是绝对可以让你claim的 因为你的保单还没有断 简单来讲 你还是欠保险公司三个月的保费 那么三个月的暂缓期已经过了 怎么办? 你欠了三个月的保费 会有一两样事情会发生 第一你的保单会在第四个月就断 因为没有还保费嘛 里面的account value不足于承担这个我们的cost of insurance 这个保单的这个成本 第二你的保单如果是已经很久了的 里面的cash value account value是足够的 可是呢因为这三个月的暂缓期 你没有还保费呢 就会影响到你的保单的sustainability 也就是讲说以同样的保费 你这一份保单不能够顶太久 所以如果你有申请这个保险 保费的暂缓呢 成功了的话呢 三个月已经过了 或者是将要过了 你又不想让保单断啊 你只有一样东西可以做 就是请你还保费 如果你觉得这个video可以帮到你还有其他的的话呢 就请你按like顺便share在你的社交媒体 如果你是在YouTube看这个video的话呢 就请你按subscribe订阅我的频道 顺便打开这个小铃铛 所以我upload新的video的时候 你可以得到最新的notification 谢谢收看 那么这个保险保费暂缓的东西 是什么东西 你应该能够点他